在这朱高赤的马车很快回到了他自己位于皇宫附近的府邸 如今朱棣这三个皇子都成年了 不知道朱棣是留了一手还是帮助成长 总之皇子们都是自己在皇宫外住的 能在诏狱里住也算在皇宫外住 马车已经平稳地停了下来 但满怀心事的朱高赤却疲惫地靠着红木车厢的软垫上 重重地叹了口气 唉 一口气出来不要紧 朱高赤的心口却忽然觉得有几分过电似的刺痛 这时朱高赤看着马车里铜镜中反射出来挂着厚厚黑眼圈的自己 反而苦笑一声 自己倒似的上古神话里持有坐下的石铁兽四地 朱高赤当然知道为什么心脏会觉得不舒服 无非就是睡眠不好 再加上经常感到焦虑和压力又偏偏无法竖解 跌坐了半晌 朱高赤又揉了揉自己的心口 觉得没那么难受了 这才慢吞吞地从马车里走了出来 殿下您怎么了 站在旁边伺候的两个贴身太监连忙迎了过去 辅助了朱高赤有些摇晃的身躯 这两个贴身太监 也就是帮着朱高赤做扭称实验的那两位 一个换作海涛 另一个则换作猴太 此时天色已暗 周围一圈顶级贵胄的府邸 家家户户都点着大灯笼 已经颇有些过年的喜庆气氛 十一月中下旬了 朱高赤看着这喜庆的气氛 默默地说了一句 如今距离正式改元永乐元年 也不过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换言之 江星火出狱 也就剩下最后两节课了 而朱高赤此时最为在意的 便是江星火的去留了 毕竟江星火的存在 实在是太过逆天 甚至对于立储之争来说 可以说是站在哪边 哪边赢得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可偏偏如果从人情的角度来说 朱高赤本身 是完全跟朱高旭没法比的 毕竟朱高旭天天在江星火身边待着 江先生长江先生短的 而朱高赤虽然也基本没怎么落下地 把江星火的所有课都听完了 但他跟江星火的接触 严格地来说 甚至还不如朱棣 再怎么说 在江星火被动越狱的那次 李锦龙的画船上 朱棣还是以校尾烟破鲁的身份 与江星火面对面地见了一次 甚至还获得了关于未来大明的某些剧透 去杭州西湖见了于谦 至于王震此人 倒是截止至目前还没有找到 估计还没出生 就在朱高赤沉思之时 门口一个小小的人 穿着小棉袄 在老太监的看护下迈过了门槛 走向了他 父亲大人 朱棣机稚嫩的声音响起 带着几分兴奋和欢快 听到这话后 朱高赤立刻回神 目光转移到儿子的身上 眼中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不得不说 朱棣机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他五官如同画师会出来的一般 肌肤晶莹剔透 像急了白痴娃娃一样 而且他很有灵气 虽然只是五六岁的孩童 却已经懂得察言观色 揣摩别人情绪了 这也使得他的心智比较成熟 远远超过同龄人 让人感觉很不一般 事实上 在江星火前世的历史上 朱棣机正是凭借着这份与生俱来的天赋 才被朱棣所喜爱 早早立为太孙 在法理上断绝了朱高旭继位的可能性 朱高旭没有蹲下 反而收敛笑容道 你母亲呢 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此时朱棣机站在门槛外 离他还有几不远 朱棣机终究还是小孩子 文言脸上的表情微变 似乎有些失落 他低着头道 父亲大人 他顿了顿 又抬头看向了朱高旭 用清脆的声音 认真地解释道 今日天气好 母亲要孩儿做完课业去花园散心 可孩儿在花园尾时待不住 因为孩儿想见父亲大人 想第一时间就见到父亲大人 朱高旭点了点头 温声道 为父知道了 知道你母亲还在跟为父赌气 没事 我儿也不必自责 这便是说 最近朱高旭的正气的弟弟 也就是朱棣机的舅舅在求官 而朱高旭不允的事情 闹得夫妻有些赌气 连累了孩子 朱棣机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 他的睫毛弯弯翘翘的 眼睛里闪动着泪珠 父亲大人 舅舅他没坏心思 嗯 为父知道 孩儿刚才或许说错话了 请父亲大人原谅 朱高赤道 你是个聪慧的孩子 何须如此呢 这是为父和你那不成气的 舅舅之间的事 朱棣机终于展颜笑了起来 他的眼圈红通通的 但嘴角边的梨窝 却是越发明显 像急了朱高赤小的时候 朱棣机朝前走了几步 伸出一根肉呼呼的手指头 抹掉了眼睛里盘旋着的泪水 继续往外探头看了看 朱棣机问道 父亲大人 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朱高赤点头道 当然可以 嗯 小朱棣机应了一声 迈开脚步 一蹦一跳地进去了 朱高赤随后跟了过去 进了书房 朱棣机走到书桌旁边的椅子上 仰起头 对朱高赤道 父亲大人 我给您泡茶吧 不用忙碌了 让他们去弄座位 副腿上歇息一下 朱高赤说道 嗯 朱棣机又乖巧地应了一声 朱高赤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朱棣机坐在他的大腿上 朱高赤打亮着儿子 目光渐渐变得柔软 但转瞬就有些黯然 这便是朱高赤又想起了 江星火即将出狱的事情 而朱高赤呢 严格来说 此时朱高赤跟江星火 并没有任何交集 甚至一面都没见过 对于江星火而言 朱高赤这个人 他根本就不认识 当然了 若是仅仅是不认识 不熟悉 不了解 这些朱高赤相信 凭借他一向与人为善的特质 是可以解决到 多交往一番便知根知底了嘛 但问题在于 朱高赤同样也意识到 他与江星火之间的隔阂 却并非是两人不认识的导致 而是朱高赤屁股下的位置 因为朱高赤获得了军中 绝大部分武将勋贵的支持 故此 如果朱高赤想要与自家二帝分庭抗礼 甚至在立储之争里 胜过朱高赤 就同样必须有自己牢固的基本盘 这个朱高赤的基本盘 就是文官系统 文官系统里 既包括了朱高赤在北方留下来的 袁燕君行政文官 也包括了朱高赤新收拢的 向他靠拢过来的建文旧臣 就譬如谢晋 杨荣 杨世奇这些人 其实都是燕君攻入南京后 因为朱高赤负责替朱帝处理政务 所以才逐渐接触到 继而慢慢纳入自己家带的人物 这些人作为此时读书人里 最顶尖的青年才俊 也注定是大明帝国未来的政治精英 他们对朱高赤的靠拢 是有自己的考量 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的 这种利益诉求 就是朱高赤要在某种意义上 代替建文帝的角色 成为江南士绅阶层的代理人 维护他们的利益 因为江南士绅阶层在朝堂中的代表势力 也就是江南籍贯的建文旧臣们 非常清楚朱帝本人和二皇子朱高旭 都是很难去施加江南士绅阶层的影响力的 因为朱帝和朱高旭 基本盘是北方大中地主为代表的军事贵族 以及主要由边军和北方自由民组成的燕军 只有朱高赤的基本盘比较弱 同时跟他们的兼容性也更强 因此江南士绅阶层 才会选择朱高赤作为合作与辅佐的目标对象 缺乏自身力量的朱高赤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 朱高赤想要争处 就必须获得更多的支持者 因此朱高赤与江南士绅阶层一拍即合 这也同样意味着 哪怕朱高赤在心里非常非常想要跟江星火做朋友 而不是敌人 但他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 这个可能就变得很小了 父亲大人 是在幽司江先生即将出狱的事情吗 朱瞻鸡忽然扬着小小的脸蛋开口 却是害得朱高赤一惊 朱高赤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苦笑道 为父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朱瞻鸡认真递点了点小脑瓜 而朱高赤也不知道要怎么跟儿子说这件事 毕竟这不是个人的抉择 而是涉及到皇位 太系 道统 是涉及到无数人的抉择 朱高赤的个人好物 在这种抉择面前并不能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而朱高赤很清楚地意识到 江星火只要出狱 按照江星火的性格和理想 跟江南士深阶层对着干是必然的 可这也同样意味着 朱高赤几乎不可能跟江星火站在同一立场 因为如果说之前太义入母等举措 还能解释成朱地逼着朱高赤做 而朱高赤可以预见的是 江星火出狱后的种种举措 自己如果跟江星火站在同一立场 那就没法向自己的这些支持者们交代了 而如果失去了江南士深阶层的支持 仅仅依靠在静南之意期间 所统侠拥有的北方行政系统的支持 朱高赤可以说是提前宣告在立储之争里出局了 这便是朱高赤的顾虑所在 而就在朱高赤愁愁之际 朱瞻基却忽然说道 父亲大人 若是江先生出狱了 您不妨把我送到江先生身边吧 你说什么 朱高赤愣愣地看向了自己的儿子 我想拜江先生为师 朱瞻基却以本正经地说道 父亲大人 江先生乃是数百年都难得出一个的爵士风华之人物 孩儿与其随寻常大如读书 远不如追随江先生 另外 孩儿年纪小 二叔不会也不敢把孩儿怎么样 朱瞻基犹豫片刻 还是说道 您不可能追随江先生学习 可有孩儿在江先生身边 总比您跟江先生没有任何交集 要强得多 朱瞻基的话没有说透 可朱高赤却明白了他的意思 荣为父在想想 朱高赤沉默片刻 父又说道 等江先生出狱 你皇爷爷定会安排为父与你二叔 或是抽签或是抓揪 按照大明现在确实需要南北个镇一人的需求 到时候该是有个结果出来的 等出了这个结果 为父再决定 要不要送你去江先生身边学习 你觉得如何 朱高赤作为这个时代的父亲 家长 难得地征寻起了儿子的意见 孩儿万难不辞 未经许 over